哥,等会儿啊,咱去饭店吃点好的 行 哎,你这个老太婆,怎么回事啊,没张眼睛啊 燕子,你没事吧 没事什么呀,看,把我的新衣服都弄脏了 姑娘,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对不起就完事了,你知不知道我这衣服有多贵啊 你现在,把它弄脏了,你得赔钱 这衣服,我得拿去干洗呢 姑娘,真是太对不起了 妈,要不这样吗,我呀,给你擦擦 就你那脏手,你还想碰我的衣服,我去看 那个,小妹,要不算了吧 咱们吃完饭呀,还得抓紧时间回家呢 哥,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她今天要是不赔我钱,她休想走 姑娘,你看,你让我赔钱 这,我也没有呀 要不这样吗,你把衣服脱下来 我拿回家给你洗一洗,行吗 你给我洗,我刚才都已经说了 我这么好的衣服,得送去干洗店洗 你那脏手,配给我洗吗 小妹 哥,这事,你就别管了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不赔钱 这事咱俩没完 你让我赔钱 姑娘,你看 我这一个老太婆,去哪给你弄钱呀 看你一个老太婆,也不容易 我也不是那不同情达理的人 我这衣服,买的时候可是一千多呢 现在,你赔五百吧 什么 五百 对,五百都便宜你了 怎么着,五百还不愿意赔呀 姑娘,我不是不赔给你钱 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呀 小妹,你看,这老太太也挺可怜的 要不就算了吧,咱们呀也别难为她了 哥,这怎么能算是难为她呢 我都没给她要一千,就给她要五百 她还在这里讨价还价 姑娘,我赔,我赔给你 快点,我还有事呢 哎呀,还在这里数什么数呀 这也不够五百呀 姑娘,你看,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 行了,行了,这么多钱,还不够我的干起费呢 看你个老太婆,也不容易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今天有事啊 非得,给你没完不行 行了,哥,咱们走吧 哥,你干什么呢,你不走啊 行了,哥,别看了,咱们拿着这些钱啊,去吃点好吃的,走 我说燕子,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在家,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哥,我怎么了,你干嘛这样说我呀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这个外套是你嫂子给你买的吧 买的时候好像就花了两百块钱 你怎么能对那个老太太说,这件衣服值一千多,还张口给她要五百呢 谁让那个老太婆走路不长眼呢 那么宽的路她不走,偏偏往我身上撞 我给她要五百,都便宜她了 你看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呀 她就是轻轻碰了你一下 这衣服也没有破,只是有点脏 回到家,咱们自己洗一下不就行了吗 哥,我跟你说 像她这种农村老太婆,你不用可怜她 我就给她要五百块钱,让她长长记性 你不知道,假如这件事,如果是我碰了她 我都咱们不值那么多呢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你呀,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张口农村老太婆,闭口农村老太婆 你不要忘记,这咱们呀,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咱父母呀,也都是农村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难道,在你眼里,咱们的父母也会这样做吗 哥,就他那样的,也配给咱爸妈比啊 燕子,你要记住,这树高千尺,莫忘根 人若辉煌,莫忘本 这咱们小时候,父母是怎么教育咱们的 难道你都忘了吗 这做人呀,要行得正,站得直 这无论做什么事情呀,都要坦坦荡荡,干干净净 难道,你现在连着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了吗 我 行啊,别你你你我我我的了 咱们两个呀,赶紧追上去 给那个老太太呀,道个歉 好,哥 走吧 咱们两个呀,加油 阿姨 你们两个怎么又追回来了 阿姨 你别害怕 对不起啊 刚才是我不懂事 我来是把钱还给你的 姑娘 这钱 还是你拿着吧 刚才 是我碰坏了你的衣服 这赔钱是应该的 阿姨 没关系的 这衣服呀 没有坏 只是有点脏 这喜喜啊 还能穿 来 阿姨 这钱呀 我们不要 你拿回去吧 是 给阿姨 拿着吧 谢谢 谢谢你们 你们呀 都是好人 阿姨 你不用客气 行了 我们还有点事 我们先走了 行 你们慢走 走吧 阿姨 小伙子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是这样的 本来呀 买了一点菜 想回家吃呢 我和我妹妹呀 一会儿要去饭店 这菜呀 也吃不了了 你呀 拿回家吃吧 小伙子 这 我也吃不了这么多菜呀 行啊 阿姨 给你呀 你就拿着吧 我们还有事 就先走了 谢谢 谢谢你们 你们呀 真是好人 燕子 咱们走吧 小伙子 你们别走 你们的钱 阿姨 那些钱啊 是留给你的 你留着吧 我们走了 这可不行 我不能用你们的钱 那小伙子 现在 Aquí 硬 啦 :「 觉得